男子骑车撞上护栏 摔下16公尺深的河床 救护人员霍波道场 赶紧将他抬上担架 垂掉绳索把人拉上去 事发就在南投仁爱乡 误设往普里镇的路上 18岁的无姓男骑士 趁着国庆连假 与朋友相约骑车 从新竹一路骑了好几公里 到南投山区来玩 没想到回家路上 不慎撞上路边护栏 机车车头外壳瞬间碎裂 车程多处损伤 骑士也摔下16公尺深的河床 朋友们见状也纷纷停车 报警求救 警销触动实名人力 到场使用器材锤掉 花了四五十分钟才将人就上来 无姓男子护救时 已是清楚还能对话 警销马上将他送往普里荣民医院急救 9点15分的时候到达现场 立即往桥杜下 先去接触患者 当时患者的意识清楚 机事被救起时还能对话 但是病情急转直下 急救过后还是伤众不治 警方初步调查 现场没有明显的弯道 所以详细的肇事原因经过 都还要再厘清 TVBS新闻陈家贵成红医药白衣南投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